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然后再不用着急往后点 这样的去利用好 然后从答题来说可以看一下 右边这个界面就是考虑这个界面 你会有大概200到300字这样一个文段 有可能是多段或者读段式都有可能遇到 你之后的练习会碰到的 然后你会在这个文本框内去打字 虽然这个下面有剪切 复制 粘贴这三个按钮 但其实你并不能够操作原文 也就是这些部分你是不能够直接去剪切的 你只能操作你自己写的 所以你在这个十分钟之内除了看 除了阅读的话 你还需要留时间给自己去把这个内容给写下来 自己去打字 打一打 直接拼写下来 所以这点我就先提出了 要注意 所以你要留时间 然后左下角和右上角就是一个常规 一个是字数统计 一个就是我们的时间道具室 这个是跟其他题型一样的 然后先快速讲一下评分 评分这个地方 今天我更多时间就会发在这个 content上面 内容上面 所以这个题呢 一共看到一个题是7分 所以重点来说 整个pt 凡是有内容评分 其实你都要关注 也就是你内容 是先会去评判的 也就是它是个评分前提 所以这个题也是一样的 也就是我们的目标分数 不管是任何目标分数都是一样 这个题内容分至少要得1分 这样子你后面的5分才会去评判 当然得2分更好 看一下这个地方的2分其实要求还比较高 需要你把所有的相关要点都提到 所以这个题虽然是个总结 并不会像我们想象中 我只会总结可能10个字这样一句话 不会 因为除了man idea之外 你还会去抓取支持这个主旨大意的一些分论点 也就是你会有相关更多的点 需要在你这个summer中间体现是这样子 但这个题得1分不难 因为你从看的角度你有10分钟 其实你基本上有时间去做比较精细的一个检查 然后上下文段也不会很长 所以得1分我不是特别担心 但到时候我会看你的作业的一个呈现 所以这个题你大概要记住就是 有一分就够了 如果能用2分更好 你平时如果自己去用软件去做的话 一定要特别关注的是机器给你评分为0分的那种作业 也就是你自己练的如果是0分一定要关注 但是如果有一分OK了 你有余力的话 还可以把它的参考答案看一看 也就是它总结了哪些点 你在总结的过程中有遗漏 这就是为什么没有把内容分得全的原因 可以去总结 然后回到原文中去上下文再来看一看 为什么这句话也重要 我刚刚没有看到 可以的 所以对于这个内容分是这样子去处理的 所以你的目标是至少得1分就够 你怎么去看的话 我后面会来讲 然后关于形式的部分可以看到 这个地方形式我们一共是1分 但这个地方首先要记住的是 我们这个题是以句话的总结 也就是对于一个总结句来说 你一般不会以问号或者说感叹号结尾 就是一个句号 所以记住尤且尽容一个句号 然后中间是0号或者其他标点符号 然后前面几项 这个白色部分你可以去简单看一眼 是一个格式 虽然我们这个题没有spelling的评分 但是我们下节课讲的大作文是有的 所以这个里面呢 关于这个题呢 我也提了一些你在拼写上面 需要注意的一些 尽量比较规范的去写 比如说顶格 比如说你在做标点符号的写法的时候 要紧跟前一个单词 然后控一个 再往后面写新的单词是这样 然后大小写呢 开头第一个字母 因为你是一句话总结 也就是一段 不存在分段的问题 这个题 但是你的首字母大写 中间如果有其他总结的原文中的 专有名词 比如说人民 地名 组织机构等等是可以大写的 这个拼写我就提到这 然后比较重要的是字数范围 5到75个字 为了和SST区分的话 你就可以记一个上限 因为你的总结绝对会超过5个字 你就记住 小于等于75个字 记住 虽然题目中会提示你 但是我还是希望你能够把 基本的题目要求记得非常熟悉 到时候考试完全不会花费时间 再来讲这个问题 谢谢 然后是语法和词汇 语法和词汇 但这节课我不会过多的 用从语法和词汇专门来讲 因为这个题 我们更多的从写的角度 会让你们非常简单 也就是以保留人文的方式 所以你在操作的时候 我直接把这个公式给你看 语法和词汇 我可能下几个会讲 但这个里面 我们这个题之所以简单的去应对它 也就是我们用这样一个复合句的方式 复合句你可能比较常见的是 A句子 逗号 B句子 中间加了一个连词 比如说A句子逗号 and B句子 这种情况 但是这个里面其实是一层一层套出来的 所以我们把它用一个超长的复合句 最后打一个句号来呈现 这是一个句子 这是一个复合句 如果单拎出来看的话 你也可以把它当作一个整体 然后如果我想让它后面再连复合句的话 我再加连词就行了 所以整个这个题 你需要做到的事情 就是把中间你会去保留原文的 因为保留原文之后 这两项就不太会扣分 原文一定是正确的表达 然后加上连词去处理 所以你可以先看一下 这就是你最后一个答案的呈现 所以这节课 虽然是写作 我不会讲太多写的方面 因为写的呈现很简单 看一下有没有疑问 关于这个题的呈现方式 没有 好 所以除此之外 这个地方我列了三个不同的逻辑词 这个end和but和so 这三个表示不同的一个逻辑关系 但是我希望 我现在先提示 这个题可以看到评分里面 并不考逻辑 所以呢 你到时候在保留句子经连接的时候 其实不用特别纠结 我用end还是用but还是用so 以及你是不是用对了 因为其实简单化的话 你全部都用end来连接 都没有任何问题 它不考上下文的逻辑 只考你答案呈现里面 有没有重点内容 才来匹配得分 是这样子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后面部分 所以前面评分我就简单到这 所以一般只要 完全抄的原文 去保留原文的一个句子 加连词 只要不超过字数 一句话去总结 后面的五分是不会扣分的 然后你只会说 在内容上面是得一分还得两分 这个题得六分和得七分 但我看来没有太大区别 对你的阅读和写作 都是双向同等功能的 其实是个非常简单的题 这个题还有记者 好我们来快速看一下这个题 这个题 这页呢 我希望你关注一下这个地方 也就是你会用到的是这个 需要关注的 你之后会训练的是这样一个能力 虽然我前面有提到 我之前没写了 快速浏览全文 找到主题 然后怎样 但这个题呢 依照我的经验啊 如果你让学生快速浏览的话 可能不太能 就算快速看一遍 不太能够把握主纸 还会重复去看 所以我会希望你之后做这个题 以每一段 也就是每一个段落为单元 去进行这样一个排查就可以了 进行我后面讲的步骤 也就是你需要做到的是 把每一段的主纸句 也就是最主要的那个main idea 那句话 以及里面的其他 从上下文的逻辑角度 去找出来的支撑它的分论点 把它进行保留就可以了 所以你需要关注 每一段就行 其实重点就会是 上下文逻辑的一个推敲 以及你怎么样 把它的相对重要和不重要 进行一个辨别 你只需要把相对概括 相对重要的句子进行保留 就行 然后这里面关键词 关键词的出现 一个是 它会用重复的技巧 也就是这个词如果很重要 我让它来说 这个词你会反复出现 就是上下文你会看到好几次 或者说是同一个词 如果是这个名词是关键词 它的动词形式有可能出现 所以你在总结的时候 如果有关键词 你能够发现的话 一定要总结进去 不管你是在 你这个句子的前面部分 后面部分都没有关系 只要有总结就行 这个题我就先提示到这 你之后去做的时候 稍微注意就行 然后我们来快速看一下 这个题的做题步骤 这一页我可以做完之后 你再来截图 是可以的 我希望你说 按照这样一个步骤去训练 就会比较简单 首先 这两步算是一个 比较粗糙的一个排查 第一步是让你去关注 三个重点位置 其实是因为 从叙述的角度 大概率来说 如果一个文章的行文 比较规范的话 比如说如果是议论文 多半大概率 我都会把我的观点 去放在这一段的第一句话 作为我的topic symptoms 然后这句话 这段的后面句子 我就会来对它进行解释 去论证它 这是一个非常标准的行文 你自己之后 我们下一个会讲大作 你也会这样去做 但是只是说 这就是为什么 需要你最开始去关注 有可能的重点的位置 第一第二句 和最后一句这是非常容易放的 只不过说 如果只做第一步的话 可能会遗失一些分论点 它如果在剧中 如果完全不看中间那种的话 可能会遗失 还有一个角度 有可能它的行文风格 并不那么标准 它可能把重点 就是放在中间 有可能 但是用第一个方式 大概率 你就能够判断出来 也就是基本上 这三句话里面有一句句话 就是你会去做 记住 可以去用这个方式 先有这些概念 第二个就是一个细节的过滤 这个里面 其实因为这个题 开头就讲过 是个总结题 所以你会有很多的时间 去做阅读 并且过滤细节 这里面呢 我把当作是 你可以直接跳渡的明显细节 是这个意思 也就是当这两个点 比如举例子 举例子一旦出现 也就是如果以这四个词的信号词 把它引领出现 这句话你可以不用去看 你就知道它是个例子 比如说 非常明确 而且你在 对你来说 你这个题 这句话就可以跳过了 你绝对不会去总结 你也不需要去精确的阅读 包括引用 引用因为非常明显 是因为 这个引号是很明显 也就是别人说的话 相关主体的一个 他说的话的呈现 他只是为了去论证 前面那个内容的 所以呢 你可以把他说的这个话 直接跳过 可以去稍加关注 这句话前面的那句话 有可能是重点 如果说你去看的段落里面 通过第一步和第二步 能够粗略的进行筛查 比如说有些明显细节 我过滤掉 然后第一句话 我会觉得相对重要 你剩下几个句子 在稍作处理 其实整个内容就能出来了 所以第一第二步 其实非常好用 但是呢 你会遇到例外的 你之后去做的时候 有可能通过第一第二步 你还是找不到重点句子 有可能 或者说没有明显的细节 可以跳读 也有可能 先提示到这 但是这个还是 大概率是OK的 好 难点 难点就是我们第三步 也就是当你做过前面两步了 可能这一段 还有四句话 或者还有三句话 你现在其实要做的事情 就是把每句话 都做一个主要意思的把握 也就是你都要去读 不能够一眼扫过去 你要去看主要意思就行了 也就是你不需要把它 每个单词就去认识 也不需要每个词 去把一对一的翻译 没必要 这个主干意思 我会在后面 做一点点预法的补充 也就是一句话一面 我要快速的去把握它的意思 我去看什么 主卫兵 主干 我只要去知道 这个动作的发起方 这个动作是什么 这个动作的受动方是谁 中间除此之外 它还有其他很多的修饰和细节 我其实是在我最开始 初步排查的时候 是不需要去看那么惊喜的 我只需要知道它的主要意思 然后我需要进行前后两句话 比如说你还剩三句话 我形象的写一下 教你还剩三句话 那么第一句话 我就看一下主干意思是A 第二句话呢 它的主干意思 你要去排查 假如它是A1 也就是你最后要去看的是 这两个内容有没有什么关系 比如说如果第二句话的内容 是从你前面这句话的主干意思 某一个点进行衍生解释的 那么这两句话的相对重要性 第一句话就跟你出来了 后面是它的一个解释 也就是前面这句话包含了后者 这就是整体的难点 你需要把我主干意思之后 进行一个分析 你才会说 不至于说保留了很多的句子 超过字数 而且还有一个点要注意的话 它写的内容绝对都是有意义的 也就是你可能会想 这句话已表达了意思 这句话也表意 但是它在表达的过程中 它有它自己的一个强调意味 虽然这句话我把它写出来了 但是它只是一个铺垫作用 我想强调的时候 所以你之后特别要注意 怎么样去判断它的一个逻辑意味 它的上下文里面 它更想表达的是哪句话的意思 有包含关系是最简单的 第二句话直接就跳赌 不用去看了 比如说如果这地方是B 就是讲到第三句话 你去看主干意思 发现并不是前面两句话的意思 A呢并不包含它 所以在这个情况下 你就可以把它当作一个新的分论点 进行保留了 也就是这两句内容 独立的表达新的 互不干涉 互不包含的意思 都属于这一段 我需要去保留关注的 也有可能 这就是里面新的分论点 所以你会通过这个步骤 我会让你稍微简单一个体验 所以你会慢慢的 就会把里面相对概括的 把一些从内容上 需要去认真了解之后 才会排出的细节排查掉 把概括性的提出来 或者说你没有办法把它融合进去 是能够存在的 你发留下来就行 然后后面的步骤很简单 抄写 抄写这个地方呢 我今天也会补充一点点 因为大概率的题目 你都可以通过这种方式去做到 直接保留原句 因为保留原句就像我们刚刚写的 直接就是连接 加连接词就行了 但是你偶尔 你就是80%用这种方式 这个题差不多了 但是你偶尔还是需要做到后面两步 也就是这句话如果你之后去判断 也就是它就算重要 但它有可能依然写得很长 很繁复 有很多的细节在里面 非常有可能 所以你偶尔还是需要 比如说 当我把这句话保留下来 我突然发现我整个句子超过了75个字 那你就需要对其中的某一些句子 做一些删减 我只删减里面 无重要的成分 也就是这句话的主干 我依旧保留它是个句子 我把这个句子里面 其他的一些能删除的地方进行删减处理 这样子我就能够满足题目的形式要求 所以你偶尔需要做删减 还有就是 特别难的文章 它有一个特点 它的内容点比较散 可能这一段里面的四句话 它分别提一个点 你都没法去整合 你只能都保留 但这种情况下又会超自数 所以你偶尔 特别特别偶尔还需要 做更多的事情 以某一句话为依托 另外一句话柔和进去 把两句话写成一句话 然后再进行这句话的保留 有可能 但这种情况下比较少 所以你之后如果遇到了 后面两种算是难一点的 但大概率情况下 这种方式能够应对 我待会会补充 你哪些能够去删减 也就帮助你可能更简单的去应对 可能的情况 然后加逻辑连接词 最后是一个检查 检查这个地方 我就不多说 一个是字数 一个是语法 刚刚强调过很多次 一定要形式得满分 然后还有一个替换纸带 相信阅读老师 应该会讲这个概念 比如说你R里面 会通过纸带关系去排句子 这个题的纸带关系 就希望 如果你保留了这个句子里面 有一个纸带词 比如说this that this和those 比如说she he都有可能 但是如果因为你没有保留这段的其他句子 这个he 或者she 这个this 你不知道指的是谁 那么你在扭这句话 做一点点删除的处 做一点点替换成它指代的对象 就可以了 这就是你偶尔需要做的事情 就行 所以整个步骤梳理一下 前面两步比较简单 中间第三步最难 也是核心和关键 第四步就是 化为这个题 虽然是写作题目 简单的地方 直接产生 最后偶尔需要做一些删减和整合 就行 但是一定一定要记者加逻辑连接词 我们这个题的做法才对 如果说你写两个句子 中间只用逗号连接 逗号是不能够做连接的 需要加连接词 记住这点 所以我刚刚讲的这个步方法 应该是没有疑问 就是那个 就是第一个 我第一步做的是 就是不要就是 连贯的看 直接先看一下第一第二句 每段第一第二句 和最后一句是吗 还是说我 就是连贯着看 然后看到第一第二句 和最后一句的时候 就是多花点 可以多加关注 可以 你也可以 因为你慢慢 其实会形成 你的做题的习惯 有些学生 其实慢慢就会有经验 你可能 你目前可以先 从头到尾看 可以 只不过说 你把我说的话记住 我稍加关注第一句 或者是最后两句 因为它可能 当你纠结的时候 纠结第一句 和第二句的时候 除非第二句 有明显的转折词 就是第一句 所以你可以做判断 但你之后 做得越来越快 越来越熟的时候 很多情况下 你在挑途细节的时候 就会很快 那么开头和首尾 稍微看一看 你这段的意思 就能出来 最后我最多 再花点时间 看一下中间 有没有分顺点 也可以 所以至于 你会行政哪种方式 慢慢去形成就行 都可以 两种方法都行 因为其实都没有 很费时间的 如果你从头到尾看 你看到那儿 稍微关注 像下文 你看到第一句 看到第二句 第一句的重点位置 就能通书出来 你就能够判断 就算看到第三句 再回过头 看一下第一句也行 其实没有浪费时间 其实都可以 好 谢谢老师 没事没事 不用客气 还有问题吗 我们就是 就是那个 说 就是把握主干嘛 就第三步的 那个时候 其实就是说 已经是 让我把 就那些举例啊 那些的细节 就是可以跳脱细节 删掉了以后的 剩下的句子 是的 好的好的 谢谢老师 没事没事 对的 剩下的句子 你偶尔会 会发现 其实有一些 是明显可以跳过的 就可以直接不看了 就去看剩下的句子 再去想 要不要保留这句话 是这意思 好 那我现在 把我刚刚 其实有两个地方 还没有完全讲完 一个是什么叫主干 还有你如何 哪些叫细节 其实